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 迅雲的 實 況 我是迅古烈 這麼晚一點 恐龍之鬼階FC 好啦 我們在上一集呢 終於完成了 之前所沒有完成的所有這個支線之後呢 我自己家呢 再度玩到了我們打贏了空賊哥哥喔 然後就是回到我們最前面的進度啦 對 那奧利維爾也順利教我們隊伍喔 然後我記得我們多打了幾個支線 我們角色也升了不少等 所以 所以我們是14嘛 我已經忘記之前是幾等 但是奧利維爾 不管怎麼樣好像都比我們高一等耶 好啦 不管那麼多啦 那在這集 我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看完 那個打完空賊哥哥之後 我們的支線是不是又增加了好不好 所以我等等會先去支部看一下喔 那在這一開始之前還是不免束地說一下 我們之前有like challenge 只要這裡突破兩個喜歡的話 我們就很快推出下一集的恐龍之鬼GFC啦 好啦 那我們就先前進 然後回到 我們先去支部看一下喔 去支部 看一下到底有沒有給我新增支線啊 沒有的話就直接打主線好不好 真的有耶 有人被盜了 戒指被盜了 這個 因為前天的切到案件 委託人重要的寶石戒指被盜 如果哪位發現了這枚戒指 請與博斯南街區的拉娜聯繫 南街區的拉娜他的戒指被偷了喔 話說 這個遊戲 的翻譯不知道為什麼 被偷都要翻成被盜 是 什麼原因 這個翻譯這部作品的 帳號常常被盜嗎 跟我一樣喔 我可能常常說 說什麼不該說的話 我就說 被盜了 等一下啊 南街區 南街區是哪裡 南街區 話說這邊都是士兵助手耶 還沒得到重要的情報呢 繼續在這一代打聽一下消息吧 欸 喔喔這邊都是士兵 是因為切到案件 才這邊突然多了很多士兵嗎 竟然在避開我們的搜索 官員在大街上進行搶劫 真痾痾的被僵了一句 你們也知道你們 這個啊 這個怎麼講 辦事不利嗎 你們 就是那幾個尤其是協會的人啊 看在市場的份上這次又饒過你們 但是不要再妨礙我們辦事啊 到底是誰在妨礙誰辦事啊 我每次想到這件事情就很氣啊 就你們才是很雷 然後 再來說我們 我們辦事不利 我們在妨礙你們 到底是誰在妨礙誰 就是我們想要把事情做好 然後 好了趕快繼續打聽情報吧 所以我是必須趕快跟這邊士兵對話 在廢坑的空賊好像是兩女一男集團 呃不管是不是謠言 呃陳妮好像還有小孩子 什麼你說他們不是空賊 喔他在說我們啊 真的是很煩欸 你不知道 他自然誤以為我們是空賊 然後到現在還有人以為 喔 那件事情是真的 這塊被氣死了 等一下我只是要找那個啊 找拉娜 南街區的拉娜在哪裡啊 欸 不好意思 這邊優先去別的地方看看吧 嗯 我正在打聽事情能不能不要打擾我 所以 所以他不是拉娜 這個講過了 呃 幸好我們家沒有被養子 但是這種非常時刻 家裡沒有男人還是有點不安 米拉諾把西蒙帶來真是幫了我大忙 西蒙是誰 尤其是嗎 聽說南街區被強盜喜劫 我還真是嚇了一跳 因為昨晚這裡只有夫人一個啊 等一下啊 她是什麼身份 不知道普通的村民嗎 哼這次是強盜來啊 我真的是搞不懂博士到底是什麼了 話說回來居然沒有盯上我們家 看來強盜我們的視線調查還不夠啊 你是說你們覺得你們家裡很有錢嗎 因為強盜一定都是優先找有錢的地方嘛 可是 這邊 這邊去過了嗎 這邊 奇怪怎麼那麼難找 博斯南街區 我又拉到畫面外面了 這個可以調查嗎 好像不能 我不要偷看別人的日記比較好 尤其是姊姊們 你們齁你們也是在打丁狀況嘛 這個是比我們年輕的士兵嗎 說真的我們都很辛苦 我這個感覺是比較沒那麼兇 我再問一會就乖乖結束了 你們要乖乖等著喔 所以這邊也是不可以調查 所以那個戒指不見的人到底在哪裡啊 怎麼這麼難找 話說我到底可不可以知道這裡是什麼 這邊就是南街區 所以就其中一間房子嘛 不是這裡 欸 太多房子了吧 我現在才發現博斯南街區 是這麼多房子 等一下喔 工房嗎 不太可能吧 廢話 可惡自己 有東西也被偷了 喔我的店鋪也被那些搶到喜劫了 之前商品都被拿的一點都不剩 這種時候根本就沒有東西什麼 沒有什麼東西好賣 我該怎麼辦 那我看一下 你有什麼東西在賣 還是要看一下 欸你也是在賣那個欸 你也是在賣裝備欸 你也是在賣裝備欸 然後我還去超市 到底去超市買比較好 還是在這邊買比較好 嗯 工房呢 比我交易的那家店好像被搶到喜劫了 現在的確不是談論生意的時候啊 對話 好 工房 我的工房商品都被 要快點去向軍隊獲得尤其是協會通報 喔等等 要是有人調查那個被偷走的東西的話 哇我該怎麼做才好啊 你有什麼事情不能給人知道的嗎 欸嘿 照的挺可愛的嘛 那啊前輩照說這種感覺就可以了嗎 啊我要的就是這種 不過只能從裡面挑選一張 覺得起來真的是很難啊 嗯 好說你們怎麼會跑來這裡 你們好 又要趕著去取財吧 你們也很辛苦呢 喔是你們啊 啊是小愛和小淵呢 太好了你們終於被釋放了 要點到外面了啊 我們已經聽說了 軍隊的人在廢跟曼你們逮捕了 真死啊 還好我們擔心死啊 你們怎麼可以說的完全 事不關己的一樣 不知道是誰給的情報 還好我們在村子遇到內勇士 欸怎麼可以反過來怪我呢 不是說是士兵裡面有內鬼嗎 奈爾先生你們也去過拉維努村的廢坑那裡嗎 是的就是昨天了 你們為什麼也跑過去 那邊不是蠻危險的嗎 就在小淵你們被那些軍人帶走之後 要是我們也在逮捕現場的話 一定可以拍到有趣的照片 這樣有點沒有良心啊 專門拍我們受害的樣子嗎 實在是太可惜了 所以我才討厭下你這種媒體人 對了記者先生 你認為昨天的盜案空賊幹了嗎 啊應該是 現在軍隊也在到處尋找案件的線索 不過暫時還沒有頭緒 哎呀還真的是挺棘手的 記者先生可以問你一下 那些空賊是從哪個方向進入城裡 啊根據目擊者的口供 好像是從西門進來 是嗎那就奇怪了 西門附近不就是市長官邸和博士超市嗎 按道理 像這兩個地方下手 呃反而能夠得到更多的好處才對啊 這麼說來的確沒錯 對了你是哪位 你問了不該問的問題 你要仔細聽好 阿羅利維爾 朗海默 漂泊的詩人 天才演奏家 就是本人 你們應該聽說過我的名字吧 啊在高級餐廳裡偷喝了高級葡萄酒 然後逃吃夭夭的人 能夠認識你這太榮幸了 哈哈我都被你掛臉紅了 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 我可是非常樂意接送你們的採訪 哈哈哈哈 哇真的嗎 哇這加我臉皮也是夠厚 真是服 真的兩個人 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他們也算是同一類型 我就不過問你們怎麼會一起行動 那真是太好了 喔這個感覺說了三天三夜說不完 呃那些強盜們 把大部分的商品都拿走了 昨天應該是店長負責關店門的 店長 多虧了你們提供的消息 這次的雜誌篇幅將會非常大喔 如果知道有什麼新聞的話一定要告訴我 聽說展示過的最新型相機也被空賊偷走了 因為空賊是不是對拍照很感興趣呢 他們只是想賣錢而已 不知道說我前陣子才誇過奈爾 我說雖然 這個好講喔 就是奈爾雖然是媒體 但是他至少還是那種比較負責的媒體 結果他居然以 居然想要以採訪我們受害的樣子為了 喂!你們幾個! 蛤?怎麼了? 我要給你們一句中顧 雖然說是在為市長辦事 但你們到底還是普通市民 在我們正在進行調查的時候 別老在我們面前忘來忘去 什麼? 說是中顧 其實警告才對 我只是把醜話說在前面 你們那麼喜歡多管閒事的話 跟我們撤退之後再去調查個夠吧 要是你們再繼續任性妄為 我可是會請你們去牢房住一下 別在意艾斯蒂爾 反正我們也沒有做錯任何事 那當然了 歐家虎為之輩 根本不足為懼 你在挑釁啊 什麼? 你們在做什麼? 喔!是蒂爾跟將軍嗎? 欸好像不是欸 是嗎? 是...是上校 欸真的欸 不同人欸 真是 簡直不知廉恥 可是上校 這幾個家伙都不是普通人啊 剛才說我們是普通市民 風向變得很快 他們是游擊市啊 喔!原來如此 既然這樣 就更不應該無力啊 軍隊和協會 向來就存在合作關係 難道你們想煽動兩方對立嗎? 可是我這也是 遵照將軍的意思行事啊 不錯 你這樣做 只會給摩爾跟將軍 增添無謂的麻煩 這裡就交給我處理吧 你召集好自己的部下 馬上撤退 可...可是 從早上就開始調查 應該已經收集到足夠的情報了吧 至於將軍那裡 我稍後 會親自向他交代 你們 還有什麼疑問嗎? 是 沒有問題 撤退 反而哈肯大門 那麼 尤其是協會的各位 剛才 我的同僚 所有些實理的 請允許我 帶他們做聲抱歉 沒什麼 您太客氣了 其實 我們也有私言的地方 這次就算扯平啊 奧利維爾私言 你這麼說 真是太好了 我剛剛也說了 軍隊和協會 向來就存在合作關係 我們兩個組織應該是 屬於復復合作的關係 對於最近發生 一連串事件 我十分期待你們會有出色的表現 呵呵 我們會更加努力 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我總覺得 是個超級正派的人 嗯 他還是誰呢 上校 時間 已經到了 喔 是嗎 那麼各位 我這就先告辭了 啊 對了 我還沒有報上名字 我是王國軍上校 李察 如果有什麼事情 不妨和我聯繫 看回來這位上校立場跟 將軍是有點不一樣喔 李察上校 好像在哪聽過這個名字 呃 奈爾先生提過這個人 王國軍情報部的負責人 據說是位十分能幹的年輕將校 啊 這樣啊 不過 以軍人來講 也算是一位 通勤達理的人物 呃 年紀才30出頭 長相看起來也不賴 比起軍人 應該更適合成為政治家吧 喂 你們幾個 喔是記者啊 剛才穿黑衣服的軍人是誰啊 那身打扮好像在哪見過 難道你沒有見過他嗎 他就是你之前提到的那個 掌管情報部的李察上校啊 什麼 喂喂 這是真的嗎 呃 他本人親口包上自己的名字 我想應該是不會錯的 沒有想到 在這種地方 能碰到如此難得一見的人物 這種機會絕對不能錯過 陶勒斯 我們趕快去追上他 啊好啊好啊 雖然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那還真的有幹勁啊 又要去採訪了嗎 呵呵 要做報導的話 的確是最適合不過的人物 嗯 嗯 怎麼了 難得你會露出這麼認真的表情 沒什麼 剛才那位上校 的確是相當有男子氣概 我也不令喜給予認同 不過 不過怎麼了 想要當我的對手還是有點猜想人意啊 希望他能夠努力跟上一層樓 怎麼該問你 這種自信到底 是從哪裡湧出來的呢 怎麼想都覺得不可思議啊 好了 既然士兵都撤退了 我們 我們就繼續 展開調查吧 剛才沒辦法和那些住戶交談 我們再回去打聽一下吧 嗯知道了 我們要找戒指不見的那個啊 一直被士兵 找麻煩 真的是來害我們 真的不是來幫我們的 這邊去過了 奇怪 戒指不見了為什麼這麼難走 南街區 這裡嗎 是那個吧 剛才士兵不准我們調查 應該 應該現在可以了 唉唷你們是 你們不就是剛才來打聽事情的有急事嗎 嗯是啊 剛才真是不好意思 沒辦法招呼你們 看起來你們也是想要打聽昨晚的事情嗎 嗯 你願意協助我們的調查嗎 啊當然了 就在昨晚 就在昨天的深夜 我聽到門外好像有什麼聲響 當時我以為敲門的是老頭子 一想要他這個時候才回家 我當然是氣衝衝的大力打開門 結果我看到的卻是一群剛才導力氣工房裡 出來的蒙面男人 當時我可在那邊嚇死了 感覺心臟就不知道是停止式了 不過奇怪的是 那群蒙面人比我還要害怕 晃晃晃晃的就往北門那邊逃走了 以為是這樣 這麼說那些傢伙就是空賊吧 那麼 你那屋子有沒有受到什麼特別的損失 沒有 這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吧 可以再問一個問題嗎 你的丈夫深夜才回家 是在酒館喝醉的嗎 就是他敢的話 我覺得擾不了他啊 我家的老頭子 可不光愛喝酒 最近還迷上這種東西 賽希爾婆婆用右手做了幾下上下百屯的動作 這個好像是不太適合深入再講下去的東西 嗯 蛤 知道了 就是釣魚沒錯吧 啊原來如此 喔原來是 不是你剛剛為什麼要用那麼奇怪的暗示法 我想到了不該想到的東西 對這還不只 為了釣魚他還可以連危險都不顧啊 鎖的天才為了釣什麼浮瓜魚 跑到南面的湖畔去 那邊不是很多魔獸嗎 到現在還沒回來 嗯 這樣的話 那他還不知道昨天的事情吧 舊子啊 那老頭子也真是的 回來之後我一定要好好看 喂 我回來了 哈哈 還剛好嗎 嗯 好啦好啦 好不容易等了大半天 沒想到最後 再在那些小孩手裡 喔怎麼了今天哪有這麼多客人 為什麼按到外面呢 我太常按到外面了 你這個死老頭 怎麼啦 為什麼突然對我大聲嚷嚷 別在客人面前私理啊 私理的是你才對啊 真是死 這種緊要關頭 你還能笑自在到處遊山玩水 啊 緊要關頭 其實是這樣 眾人像庫瓦諾老人 講述了昨晚發生的搶盜事件 什麼 空賊來搶劫了嗎 那還真是不得了啊 不過那群人居然 被老太婆的聲音嚇跑 這根本是太久了 有人在那邊亂講話好不好 媽 遇到老太婆也算他們倒楣啦 你說什麼 別生氣啊老婆婆 不過那些空賊在深夜大思作亂 然後又突然神秘的消失 難道他所說的那件事 和這個案件有關 他 請問您說的他是誰嗎 啊 是我的一個釣友 無能會釣友 就在南面湖畔的旅館落腳 呃聽說他在旅館附近 見到幾個奇怪的傢伙 奇怪的傢伙 挺耐人尋味的嗎 可以詳細的講給我們聽聽嗎 這沒問題 反正我也只是聽別人說的 無能會釣友是在前天夜釣時 偶然看到那些傢伙 夜深人靜的時候 有幾個傢伙從旅館門口 走到外面的街道上 不過奇怪的是旅館的人都說 根本沒有這樣的客人留宿啊 這麼說來的確是很奇怪 請問那家旅館有沒有發生過強盜事件 旅館完全沒有出現過 像昨天那種騷動 環境清淨而且飯菜美味 是一個廣受好評的休閒聖地 而且還是一處很好的釣魚場所 雖然這起強盜案件 暫時還沒有什麼重要的線索 不過卻聽到很耐人學會的話 哼 我有同感 我很猜疑旅館的飯菜美味這句話 也是這句話 不過我聽說那裡能釣魚時 也覺得心裡癢癢 喔原來艾斯蒂爾也喜歡釣魚嗎 所以他剛剛才會一下就看懂 但竟然沒有發生什麼事件 就沒有調查的價值了吧 不一定喔 不 我的意見正好相反 因為發生案件的場所 絕對是會受到軍隊的徹底調查 所以空賊反而應該挑那些風平浪靜之處 作為活動場所 這樣啊 這樣我說法也很有道理 的確是一連串的事件 先不說軍隊裡是否有見諜 那些空賊的聖密形勢也讓人捉摸不透 我想只靠調查現有案件的話 要找到他們的藏身之處 相當困難 既然他們也有可能在旅館出現 那麼我們也有必要走一趟 原來是這樣 與其守住歹徒 不如先發誌 贊成 那我們就出發吧 被譽為利貝爾的珍珠 美麗的瓦利利亞湖 我們來了 有人只是想要去觀光啊 等一下啊 我們還是要找到那個戒指被盜的 盜也在哪裡啊 為什麼這麼難找 總之現在可以給一個調查 應該就還好 我覺得不會是武器店 也不會是防具店 對 雖然他平時總是東奔西奏 但是他一不在身邊 心裡覺得不踏實 求求你老公 你快點回來吧 你老公不知道去哪裡了 米拉諾幾次去市長管理找市長 其實市長與米拉諾很久之前就是很要好的朋友 喔他跑去找市長 不是跑去找市長之後怎麼到現在還沒回來 話說 在以後是哪裡啊 話說這邊不是本來有一個人嗎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又不見了 這邊是不是有門 喔這裡啊 可是好像捅一棟房子是不是啊 阿怎麼會找一個戒指被盜的 找到現在還沒找到 好他跟我們講怎麼走而已喔 而且這個房子我們剛剛去過了 不會是武器店吧 應該不太可能 也不太可能 也不太可能是工房 空屋剩這間了吧 可是沒非常重要的戒指 軍隊友也行 遊騎士也行 總之希望他們能快點擺場要抓他住 這樣下去我根本沒有安心生活 看來就是這一間喔 只是我不知道要找誰喔 再翻一下 你嗎 爸爸就不能早點回來嗎 媽媽看起來好辛苦啊 等一下 為什麼跟你講話沒有觸發 欸 拉娜 欸為什麼 難不成是Overdue 怎麼可能那麼快是Overdue 為什麼他期限不是中啊 為什麼 啊是我沒有接嗎 不對啊 我就找NPC接嗎 為什麼沒有觸發 拉娜聯繫 所以我們要先找到再跟他對話 戒指 所以 所以 等一下喔 等一下我看一下 所以要先找到戒指再跟他對話 好 那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繼續主線喔 主線的話 要先找到戒指 要去瓦雷利亞湖 要去瓦雷利亞湖喔 要去瓦雷利亞湖喔 好我們得去瓦雷利亞湖 所以是 直接往南走吧 但是 我很怕的是我們 整個主線跑完都沒看到戒指 那豈不就完蛋了嗎 接下來我是不是要分開存檔 他說我已經 解支線的時候就來過這裡囉 這邊對我來說 壓力應該是不會這麼大 而且 補藥應該也算很足夠 所以應該是沒問題喔 我們今天先走到 旅店好了 我們走到湖畔 走到湖畔我們就結束這一集 因為我覺得這一集也差不多了 路應該不會很遠吧 我沒記錯的話 至少比從博斯走到 迷霧峽谷還要近 現在看到龍捲風還是會怕怕的喔 還有這個太空船 往南走就是 我很好奇往西走會去哪裡 琥珀之塔 嗯 琥珀之塔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去那裡 好 我們來到了 瓦雷利亞湖畔 話說我們也不是第一次來這裡 可是一定要主線解到這裡 才會 有這種環顧的感覺 這裡就是瓦雷利亞湖的北岸吧 果然是個氣氛不錯的地方 是啊 住宿環境也相當好 我之前因為工作關係也在這裡住過 美酒相存 客房一流 確實是個無可挑剔的休閒勝利 嗯 這我也知道 可是 我們畢竟不是在這裡度假 欸 不是嗎 可是我是這樣打算的 白天 躺在圍堯的小艇上小 小 氣嗎 我有點忘記了 國問13集而已喔 抱歉 夜晚 品嘗各式各樣的美酒佳肴 人生最愜意的假期 莫過於此 開個玩笑而已嘛 想說假期無論何時都可以 不過現在只能享受對付空賊的樂趣 我奧利維爾 可是一個很會分辨情眾還擊的人喔 你這句話十分沒有公信力啊 這可不是什麼想說不想說的問題啊 別管他了 讓他一個人慢慢自我逃脆就好了 老婆說的那位釣友就在旅館落腳 我們還是趕快進去找他吧 嗯 就是昨天目擊到可疑人物的那位旅館客人 好啦 我們這一集可以先在這邊做個結束了 下一集我們就直接前往旅館 去找我們的那位老人好不好 那就看一下之後的劇情 會怎麼發展 我們就下一集再繼續啦 好啦 那小明天的實況 就先做到這邊好了 Let's go next episod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喜歡 並且分享 但繼續看下去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訂閱 從現在開始 從來看到別人的留言 記得按下鈴鐺 對我們朋友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那現在的小明天部 最大的重要 要不要專家在FB號IG 好 那像我們就 下次見 掰咪